說一下塞爾維亞航空受到炸彈的威脅 姆士奇說 往返俄羅斯航班仍然維持是出於塞爾維亞的信念和原則 4月17日塞爾維亞總統姆士奇接受塞爾維亞媒體PINK電視台採訪時說 即使塞爾維亞航空頻繁受到炸彈威脅 但是塞爾維亞不會撤斷往返俄羅斯的航班 姆士奇說 你覺得我們開這些航班是為了盈利 當下是沒有太多利潤賺不到錢 但我們會繼續飛是因為出於對自身的信念 因為我們想向世人證明 塞爾維亞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可以獨立做決定 什麼時候取消航班決定權在塞爾維亞自己 孟斯奇提到外國情報機構通過兩個國家 一個是歐盟國家 另一個是烏克蘭 去發炸彈威脅 應用塞爾維亞航空基本上每天都會收到炸彈威脅 但依然無懼飛行 譬如塞爾維亞航空今天又告訴他 他們本來今天是第一次沒有收到炸彈威脅 但當飛機飛到斯洛伐克上空的時候 就出現了炸彈威脅 飛行員依然繼續飛行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是假的威脅 保斯奇說你不能夠告訴塞爾維亞什麼時候必須取消航班 就因為塞爾維亞保留俄羅斯的航班 你就說我們雙手沾滿了鮮血 當年19個國家就是不約 共同軍閘塞爾維亞的時候 你們歐洲哪個國家取消了航班 沒有人幫過我們 沒有人 我不記得當年不約軍閘塞爾維亞 基庫飛往倫敦、布達佩斯和維也納的航班曾經停航 保斯奇說他提供這些資訊 是希望大家明白塞爾維亞政府現在面臨的壓力 因為塞爾維亞是唯一一個 跟莫斯科以及聖彼得堡維持以往 水平航班頻次的歐洲國家 據俄塔社交報導 塞爾維亞航空多次受到炸彈威脅 包括貝爾格萊德辦公室的員工和訪客 曾經一度要疏散 已經飛了的飛機被迫反航檢查 其中有假的威脅是來自烏克蘭和波蘭 4月6日有一架而徹底屬於 北約國家的飛機 利用塞爾維亞的民航飛機做掩護 進入了俄羅斯的領空 當時俄羅斯的空中交通管制員向塞爾維亞警告 有一架 未知的軍用飛機 在塞爾維亞的飛機周圍移動 要求進行目視識別 並向他們提交數據 事後姆士奇震怒在電視台節目公開地說 顯然有一架北約的飛機進入了俄羅斯的領空 就在塞爾維亞民航飛機的肌幅下 大概一公里 處於飛行其實很危險的 你知道空中一公里是很短的距離嘛 塞爾維亞就希望俄羅斯提供更多信息 同時要求北約提供相關的信息 認為大家將會看到 究竟是誰自作聰明 用他們的戰鬥機 給到民航飛機製造危險 這個可能是一個意外 如果是這樣就最好了 我們有了飛機的確切座標 俄烏衝突爆發之後 穆斯奇曾經強調就是 塞爾維亞是歐洲唯一一個 沒有對俄羅斯實施任何制裁 沒有將任何俄羅斯公司國有化 也沒有以任何方式制裁俄羅斯政界人士家屬國家 他也提到 就說早前跟隨 多次都跟隨了歐盟國家 在聯合國的投票 是因為歐盟威脅他們 如果投票的步調不一致 將會制裁塞爾維亞的石油供應 他已經就投票 跟俄羅斯總統普京進行交談 解釋塞爾維亞有關的投票的原因 是非曲直就交由大家定斷了 說到姆斯奇大家最會想到 就是他是一個中國的鐵粉 貌切逢中必贊 但是比較少就提到他不為人知的過去 我想借此也分享幾個資料 第一 1998年 姆斯奇在28歲 很年輕的時候 出任了南聯盟 即是南斯拉夫的信息化部長 內政部長 新聞部長等等的職位 經歷過不約軍詐南聯盟和塞爾維亞政權的根諜 也都眼見到 因為當時他也做到這個位置 其實他已經根本是 當時的馬洛瑟維奇的下屬 是不是 即是眼見馬洛瑟維奇 怎樣 給他繼任人 送了 給海牙國際法庭 然後也沒判完審 就已經在獄中 死了 有人說被人讀寫 有人說他內疚自殺 怎樣都各種原因 姆斯奇在2014年出任塞爾維亞總理 2017年就做總統 相信很多塞爾維亞的民眾都見證 這位曾經在科索屋戰爭中表現強硬 空懷大志 並且有民族思想 多數都是極有的 年青新聞部的部長 怎樣變成一個歐洲難得一見的 中間偏右 我這樣稱 中間偏右的務實派政客 甚至歐洲理事會的前主席 陶斯克 在2020年的Twitter說 李姆斯奇 完全有權對你在任期內 為了塞爾維亞所做的一切 感到自豪和滿意 看完你就覺得 魯士奇經歷了很多事情 第二就是 自從南聯盟解體 塞爾維亞成為了一個 歐洲內陸國 基本上都給他一些 昔日的 領土 或者是現在的敵人 包圍著 經濟難以發展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 2020年的塞爾維亞的人均GDP 只有7000多元美金 比中國人均GDP更加低 該國也處於一個 仍然未能加入歐盟的尷尬角色 特別是由新冠疫情爆發 塞爾維亞 當時基本上很難得到 歐洲國家的支持 穆斯奇就起 他跟歐爾班 一起會談的時候 出來見記者 他說 益術了當時 塞爾維亞沒有呼吸機 沒有醫療設備 沒有太多 可以拯救民眾生命的物資 於是他就向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順帶一提 兩個都在近期的選舉都是贏的 他向歐爾班求救 歐爾班也確實指了一條明路給他的 叫他立刻找中國 這是唯一能夠拯救你們塞爾維亞的方法 他跟著歐爾班的建議就找了中國 當時大家的畫面也很熟悉的 就是 穆斯奇緊淹 近乎流眼淚 他就說 他在電視講話說 你能夠意識到偉大的國際團結 如今是不存在 歐洲團結是不存在 寫在紙上的不過是童話 今天我寄了一封很特殊的信 我們對於在困境中唯一能夠提供幫助的人 期望很高 那個就是中國 我們請求中國提供一切的幫助 於是中國也確實不負所託 派了專家 給了一些疫苗 並且為當地醫院提供防疫的物資 穆斯奇更加本人多次親自迎接中國的疫苗 第三 另一個很有名的事件 為了滿足當時想抬高他的總統大選聲勢 創造塞爾維亞和科術旭 歷史性和解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穆斯奇在同年的9月4日 即是2020年 9月4日中午在美國白宮 和科術旭的領導人 佛提簽署了 雙邊的經濟合作協議 當時特朗普就把他放在一個很小的椅子上 這個舉動引起了全球關注 你想想 特朗普就坐了一個好像大班 大班椅 然後有很大的長桌的辦公室桌 然後塞爾維亞總統就坐了一張小椅子 好像就等人家受罰 即是等人家 判事給他的 判處懲罰 當時很多人就批評 說白宮很無禮 不應該侮辱一國的總統 武士奇當時公開說 我不在乎我坐在哪張椅子 我甚至不用坐也行 如果我不得不刻求他們 不要承認科術獨立 我甚至可以跪下 我在乎的是我能夠給蔡爾維亞帶來什麼 我是來為我國家而戰的 武士奇的種種激令令我想起 一句經典的語句 不成熟的男人為了理想悲壯地死去 成熟的男人為了理想悲微地活 我想跟大家特別是那些 2020年2019年 參與了反修例事件的人 特別是要理解這句說話 武士奇真是做到 同時也想送給現在仍然為了理想奮鬥 收聽我們節目的觀眾 然後跟大家說第二個話題就是傻白田在歐洲政圈蔓延 德國政圈也有很多 很奇怪的說法 上個月歐盟的競爭和反壟斷事務主員 維斯塔格呼籲 歐洲人可以靠著控制他們洗草的時間 洗澡的時間 去應對這場能源的危機 起了大批網友的嘲諷 有人說只要我們能夠把官員的漁場轉化為 是愚蠢 就是說他們是傻的 漁場轉化為能源 歐洲就可以在能源方面自給自足 德國也有類似的傻白田的情況 而是傻瓜隨著俄互衝突的持續 他們也在飽受一些制裁的後遺症 德國政客也開始勞動大開 叫民眾克服苦況 根據《路透社》15日報導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 哈貝克就說 德國人應該通過少些開車 以及居家辦公去節省能源 去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聽起來我也有點突然害怕 就是 你依賴俄羅斯 是因為當年默克爾的時代 他寧願去買一些平價的俄羅斯能源 所以他不斷地計劃 跟俄羅斯展開更加多 更深遠的能源合作 包括起了一條北溪二號 現在你們這些人都推翻了 當年默克爾的經濟 政治經濟成果 現在竟然老崔就說 只要透過少些開車 以及居家辦公 就可以節省能源 其實可以節省得多多少 哈貝克就建議 人們盡可能多些使用火車 用多些自行車 單車 等交通工具去代替開車 每小開一公里的車 就可以幫助德國擺脫 俄羅斯的能源供應 亦可以保護氣候 報道說 哈貝克認為 減少10%的個人能源的消耗是可能的 並且補充說 僱主可以令到 員工有一個 居家辦公 選項 只要有可能的話 人們可以恢復 每個星期 再加工作一到兩天 但是他也補獲的 他說 這應該是建基於自願身上 德國也有一位 叫做比德豪克的政客 亦被廣泛應用這個例子 他說德國人冬天可以穿上無衣 去承受 一個大約15度的室溫環境 德國的租戶協會很快就批評 說比德豪克對老年人或者是居家辦公的人員 需求 缺乏了解 降低室溫 轉而多穿衣服 可能會導致他們在冬季身病 這個更搞笑 他說德國農業部長 叫雅池德米爾 呼籲大家 德國人 少點食慾 去對抗俄羅斯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克羅娃 在他發表了這個驚人言論之後就回應他 就說德國人 即是說德國這班政客 應該減少他們的呼吸 這是對於保護生態環境 以及反對俄羅斯作出的貢獻 反應真的存在 去到今個月 雅汁德米爾也有驚人言論 他近日接受了西德意志匯報的採訪 他就說 從烏克蘭方面收到驚人的訊息 俄羅斯軍隊故意破壞烏克蘭的農業基礎設施和供應鏈 他將之稱之為普京的基俄戰略 去推動全球支持俄羅斯 他形容俄羅斯入侵逐漸演變成針對國際社會的攻擊 這也解釋到為何西方要向烏克蘭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武器 是如此重要 德國不應該 將自己排除在外 報道裡面沒有提到很多 雅汁德米爾所說的 究竟攻擊了什麼 烏克蘭的農業基礎設施 或者烏方的訊息來源是怎樣的 有網友對雅汁德米爾的建議表示支持 也有人笑他 說他的說法不合乎邏輯 譬如有網友就說 為了將火撲滅 你應該往裡面倒氣油 也有網友就說 如果這種建議都可以成為了政策的話 這個世界真是瘋了 我覺得這個世界真是瘋了 你說小吃肉 小開車 穿無衣 真的很難理解 因為已經超越了我們常人可以理解的範圍 但是雅汁德米爾其實他說的說話 就有些 熟悉的味道 為什麼呢 就好像現在 歐美的神邏輯 為了止戰 為了制止戰爭 所以要軍緩烏克蘭 比他更加多的武器 其實就是 為了將火撲滅 你應該往裡面 倒多點汽油一樣 或者 以毒攻毒一樣 他也是類似這種原理而已 只不過 當然每樣物件和事物 不可以這樣比較 但是他的原理也是差不多的 為了制止良方 所以給了更加多武器 都是這樣的邏輯而已 但是 現在真的有點瘋了 你想想 你給了這麼多武器 他不斷的戰爭持續 甚至美國國務院 就是說 美國國務院也估計 這場戰爭有機會持續到今年年底 米利也有這麼說 米利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比較 美國國防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 他也這麼說 這場戰爭持續這麼久 是不是對大家都好呢 大家要去思考 這就是我上半段的分享 謝謝 阿傑 阿傑 麻煩你 在這裏 剛才阿傑提到一幅圖 一幅照 就說 武士奇去見特朗普的時候 坐在前面 就是這幅 特朗普坐在辦公室的梳化 武士奇好像擔張椅子 坐在前面受訓話 這個簡直是一個非常 一個侮辱的一個片段 我覺得 一個這樣的影片 所以我剛剛找出 一號相片出來 想補充剛才我用武士奇的政治經歷去講 不成熟的男人為了理想悲壯地死去 成熟的男人為了理想悲微地活 我剛才聽到 我擔心我講得不太清楚 我想大家明白 政治 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如果你是生活在中國香港 中國是不可分解的一部分 你就要學會妥協 中國在經濟、軍事、外交崛起這個現象 可能至少持續 二十多三十年 甚至更多 你不要蠻順某些人 要你為理想而死 人衝你衝 最後一無所得 又或者 去超出自己的謀生 英語溝通和經濟承擔的能力 去某個國家移居 到頭來是輸光這個積蓄 你可以對中國內地 和香港的政治有意見 但批評的同時 都希望有 建設性的建議 亦不是違反而反 你可以有不滿 但有多少不滿 都不應該勾結 外國勢力 做賣國賊 更加不應該 將這幫賣國賊的行為 正當化 合理化 中國人的問題 應該是中國人自身去解決的 這個就是我一點點的補充 怕大家不明白 但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